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用刀背去刮鱼的表面 如此一来 这鱼身上的杂质就被快速完整地清理下来了 再看看刮过的鱼皮是不是显得干净多了呢 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清理鱼的腹腔内侧了 鲸鱼的腹腔内侧也有一层黑膜 有的鱼在脊背处还藏着杂质和鱼血 我们只要准备一个钢丝球 用他腔鱼的腹腔内整个